人人骂哈登,但人人都不如哈登 他是历史最杰出的左撇子后卫 也是历史最全面的得分后卫 更是现役40家,50家和60家的纪录之王 可强如纪录之王的哈登 曾经差点连跑步运动都成问题 先天哮喘,过度肥胖 训练稍微上点强度就浑身发热,体力不支 怪不得他的高中教练这样说 不仅教练,连哈登自己也认识到 因为响传体质,自小哈登打球总是肉软又慢 还经不起对抗 很多人劝他别打了,放弃吧 跑两下就没体力,你怎么去打职业啊 故事说到这儿,好像就要结束了 可哈登告诉你,故事才刚刚开始 因为后来的哈登故事里 他遇到了一位改变他一生的人 斯科特·佩拉教练 佩拉起初也对哈登没有太多信心 直到他看了哈登小时候那两段珍贵的录像 鲜熟的变相,精准的投篮 短短十几秒,佩拉看出了哈登无限的天赋 愿人无数的佩拉生知天赋的可遇不可求 因此佩拉当即决定 即使他先天哮喘,也要发掘这位天赋少年 很快佩拉根据哈登的自身特点 制定了两个后来改变哈登一生的要求 第一,每场比赛必须拿到六个法球 通过这一办法 佩拉让软慢弱的哈登逐渐找到一种 不需要很强的对抗就能完成得分的办法 而佩拉第二个要求更是成为哈登日后无解的标志 那就是练好三分球 因为不需要太多对抗的三分球,更适合成为哈登的利器 靠着佩拉给的两样利器 哈登很快站稳了校队的首发 高中毕业,哈登出乎意料的具有了名校UCLA和北卡的邀请 跟随佩拉来到亚利桑那州大 在佩拉悉心调教下,哈登大学开始一飞冲天 大一就成为杂志的封面人物 大二更是成为年度最佳球员 多段两年他就从新生球员打到名震全美 本来各路媒体球团已经排好了 埃文斯,格里芬,库里等人的选秀顺位了 现在这份榜单上不得不加入詹姆斯哈登的名字 2009年的NBA选秀 哈登能否在重新云集的选秀大会脱颖而出呢 我看不一定 因为选秀大会的一个细节 似乎表现出人们更喜欢精通如标 而不是詹姆斯哈登 下一集让我们从哈登选秀一那个故事开始 说说这位哮喘少年如何逆袭成为超级巨星的 成为篮球,欢迎关注看下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